坐在中间的小孩是一个比哪吒还要厉害的魔童 几名修女正在年轻驱魔 可魔童一点都不怕他们 反而做了一个鬼脸 修女吓得流起了鼻血 就在这时 神父进来抱住男孩 驱走了他身上的恶魔 可没一会儿 魔童又一次睁开了双眼 跳到板凳上跟神父说 我这儿现在有666个恶魔 排着队等着你呢 就这样 神父一次次驱魔 魔童再一次次醒来 神父已经筋疲力尽 被魔童骑着打 旁边的修女想救神父 可因为实力太过悬殊 差点被掐死 关键时刻进来了一个人 跟丁小鸡似的将魔童甩到了墙上 正是我们的驱魔师小帅 一把圣火将剩余的魔鬼一骨而端了 小孩也恢复了正常 一群小孩抱住了小帅 感谢他救了他们的朋友 一向高冷的他 也开心地笑出了一脸褶子 计划失败的恶魔 当晚附身在一条狗身上 跑进孤儿院 咬死了小孩 神父赶过去时 小孩已经躺在了果实袋里 这时小帅又发现 恶魔就坐在外面的凳子上 盯着他们 他追了出去 神父正准备劝他 果实袋里传出了声音 原来恶魔为了杀害神父 故意支走小帅 等他意识到恶魔的目的回来时 神父已经被毒刃刺伤了 中了这个毒 无药可救 只有杀死恶魔 毒性才会消散 小帅穿上圣袍 带上装备 从自家车库里 跳了一辆最快的摩托车 仅仅三分钟 就找到了恶魔的老巢 进屋就有五个小流落 来招呼他 同样在三分钟内 被小帅收拾完了 恶魔看出来 自己应该打不过他 所以还没开打 就放出了大招 借助古井的力量 变身成了皮糙肉厚的怪物 小帅发现 驱魔手段 对眼前这个怪物根本没用 外加怪物生法诡异 小帅一不小心被咬了一口 怪物的剧毒让他昏死了过去 神游到了冥界 见到了死去的父亲 父亲握住了他的手 让他坚强的活下去 猛然醒来 发现右手燃起了圣火 死而复生的小帅 反倒把怪物给吓了一跳 一番艰难的对决后 小帅拿出神父的驱魔戒指 终于解决掉了这个 骇人无数的恶魔 小帅紧绷的神经 刚刚松懈下来 井底突然冒出无数之手 将怪物拉走 回炉重造去了 看来小帅以后有的忙了 点击左下方 测测你的潜在超能力是什么吧